现实版的加勒比海道,装有40吨黄金的日本巨轮沉默,中国军队打了一无所获。 相信很多人看过关于探险的书籍和电影,探险家们为了一夜暴富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危险的道路。 自从人们从事航海活动以来,全世界长年于海底的沉船搭上万艘,其中不乏载有黄金白银的宝船。 为了寻找这样的船只,世界各地的探险家使出浑身解数,希望找到他们的身影。 日本阿波丸号就是这样的一艘宝船。 1945年3月28日,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号,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。 那时,美国与日本搭乘协议,同意这艘船返回日本。 但是,这艘船其实装的不是战俘和商员,而是金银财宝。 然而,虽然美军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阿波丸号一路绿灯,但是并非所有的美军部队都心知肚明。 阿波丸号在途经中国福建海域时,被正在巡海的美军潜艇皇后于号发现,美军潜艇多次警告,令其停船接受检查,但阿波丸号无视警告,继续高速航行。 皇后于号发起于雷攻击,船上的2000多个人,只有一个人被救了。 其他的日本士兵,拒绝被救援,说是武士道精神。 价值50亿美元的黄金沉入了海底,还有12吨白金和几千吨橡胶等战略物资。 由于这艘船沉在我国的海域,在1977年的时候,我们国家就决定打捞这艘船。 用三年的时间,动用了上万名军人,几艘军舰,以及几百名资深浅水员,对这艘船进行打捞。 最终打捞出了5000多吨西钉和橡胶等物资,价值5000多万人民币。 但是我们国家的人,并没有在船上发现传说中的金银珠宝。 后来各种阴谋论纷纷现身,包括阿波玩套只是个皇子,真正的黄金宝藏都由另外船只偷运回日本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